国庆临近 全国各地装扮一新 国旗红鲜花宴 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从天山南北到南海之滨 满眼皆是中国红 在甘肃兰州主要干道和黄河大桥上挂起国旗 在湖北宜昌 一万多面红旗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江苏昆山 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 为迎接国庆 当地还用花卉绿纸等布置了各具特色的七十余处景观 在四川成都 山西太原 辽宁沈阳等地 人们用中国红装扮道路 公园和景区将国庆的氛围感拉满 在浙江杭州 西湖上的游船挂起五星红旗 红旗与湖水交相辉映 构成秋日美丽画卷 在云南洪河 渐水古城装饰一新 古色古香的建筑在国旗映衬下别有韵味 在贵州贵阳 多处城市地标布置了国庆主题景观花坛 在江西南昌 国庆立体花卉造型 祝福祖国 繁荣昌盛 亮相八一广场 花卉造型由约五万盆鲜花搭配组成 融入中国节 华表 飘带元素 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在安徽合肥 用花卉水果打造的大型花篮 象征着花团锦簇 硕果累累 吸引市民打卡拍照 国庆马上要断了 到处都是新鲜向远的这种气风 特别是看到这个花团 非常美丽 也象征着咱们国家繁荣昌盛